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停车清晨5点洗过之后 标志西瑞正式实施二通行 驾驶者可以直接洗过收费广场 不用停车或者排队给钱 同时取消了所有人手收费亭 同化二通车道 西瑞深夜开始做准备 到接近凌晨4点 工作人员还用布遮住收费亭顶部 和窗口原本的收费牌 准备临时封闭一个钟头 有车把握时间 在西瑞还未封闭之前过海 西瑞来回方向 同往西瑞的支路封闭到清晨5点 运输署处署长罗淑佩 也都有到尝试查 西瑞封闭期间 两条通宵专营巴士线 需要改行洪水 似在西瑞收费广场巴士站 要临时停用 昨晚10点起 西瑞附近有临时交通安排 西瑞隆高速公路往港道方向 由海盈村开始车速限制 由每小时100公里减到70公里 近澳海城一旗同之后的路段减到50公里 无线电视机者李柿浩报道 邮轮海洋光普号底港 成为启德邮轮码头重开之后 最高载客量的邮轮 但有不少旅客出外观光 就遇到交通问题 的士站一度要排9个字才上到车 而码头里面的铺头 就仍然未完全重开 可以接载5600人的海洋光普号底港第二日 来自各地的旅客陆续出动 把握机会探索香港 和感受美食天堂的魅力 不过就要先解决交通的问题 邮轮码头有小巴和巴士 来往启德 九龙湾和九龙塘等等的地方 早上要排长浪 搭的士亦都要点耐性 有旅客就不满意 45分钟 不太好 我们已经旅行很多次 车轮人都不太长 他们应该要来到MTR 我们等了大概25分钟 比昨天要好多了 昨天要排了一个半小时 铺头角站是距离游轮码头最近的港铁站 不过游客想逃步走过去都不容易 因为有大约4公里那么远 至少要走一个小时 旅客等那么久都要走出去 也都可能因为码头里面的零售 餐饮设施都有限 大堂就只有一间爪换店 同样要排队 以往位于二楼的免税店 酒吧现在都落了闸 但仍然看到有摆放啤酒机 纪念品等等 但就未有营业 有船员想走一走都失望意回 旅客要去到九龙湾的大型商场 才可以走到街 我感到很惊讶 因为我认为它应该有很多店铺 但在最后没有店铺 所以我们必须拿出车 如果他们可以增加这个地方 我认为那是好处 码头里面只有两间食肆营业 茶餐厅的客人寥寥可嫂 旁边酒楼就有少少人气 职员说现在主要都是 接待内地团的旅客 去到店铺里面吃团餐 无线电视记者吴嘉軒不道 而启德游轮码头啟用十年 由旅游业价就批评交通配套 等等的接待能力 多年以来没有改进 而码头五千多平方米的商场用地 也都一直没有好好利用 有议员就说 如果不改善交通不变的问题 真难以吸引铺头进驻 造价大约72亿港元的 启德游轮码头 2013年已经落成 是本港开拓游轮业务的重要地标 同年3月第一次有游轮拍案 不过多年来 交通等等的配套不够的问题 一直是迎办码头的障碍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2020年码头关闭 这几年间 以码头为母港的游轮公司 相计清盘和撤出 到今年3月码头重开 国际大型邮轮复航并且是抵港 但是码头配套不足的问题 就依然存在 邮轮客人 他来到香港之后 因为他可以停留的时间 不是特别长 所以他一定是很争分夺了把握的时间 希望出去所谓市区 特别在眼前现在可以做到的 就是邮轮码头去市区的接驳交通服务 不管是的士也好 或者可能公共交通服务等等 甚至如果不够可以找旅游巴士帮忙 这个相信是一个很容易处理到的方法 邮轮码头本身有大约5600平方米的商场 曾经有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免税店进驻 但是2016年结业 目前一间商店都没有 码头旁边的用地原本规划成旅游中心 有商店、娱乐设施和酒店 因为疫情 用地已经建成了方仓医院 有议员说 码头交通不便 难有商店进驻 形成恶性循环 他呼吁政府重新考虑在启德兴建接运系统 无线电视机者 林准軒不道 转讲一下山东上德州市平原园 凌晨发生黎克特制5.5级浅层地震 纵央电视台报导 有74间房屋倒垃 平原园第一人民医院接收21个商者 在山东德州市 有闭路电视影到地震一刻 店铺内有物件从高处跌下来 也有片段看到街上遍地雅力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 德州市平原园在凌晨2点33分发生5.5级地震 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也都录得5.5级 本港天文台就录得5.6级 今次地震震原深度10公里 属于浅层地震 中央电视台报导说 位于震央的平原园 黄打挂镇黄打挂川附近 有房屋严重损毁 局部单塔 之后发生50几次愚震 几十间房屋倒垃 多地有明显震感 救援队5出发前往震灾 国务院控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启动国家地震4级应急响应 山东省早前也都已经启动抗震救灾 3级应急响应 地震中有多人受伤 被送往平原园第一人民医院救治 无线电视记者陈淑仪报道 国际方面 菲律宾再发生沉船事故 一手渡轮撞上飘房物 入水之后翻沉 一个人死亡过百人获救 涉事的渡轮星期六 由朗布龙省卡拉特拉雅港出发 去霍尔赴埃拉港 大约个半钟后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接报 守渡轮 守渡轮在目的地附近海域翻沉 警方说当时船上再有117人 根据船长说 渡轮的左燕曾遇到浮沫之后入水 除了一个女乘客 在挣扎求救期间心脏病发死亡之外 船上其余各人都获救 当局就事故展开调查 鉴于时有风暴 船失收和超载等等的原因 菲律宾整天发生沉船事故 今次是两星期之内 第三宗盗轮翻沉以外 事件又吃一会儿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新闻 回来新闻时间 这次先看国际消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 互方代表是沙特阿拉伯和40多个国家的代表 互相讨紧解决俄乌战事 强调要优先恢复国际秩序 历时两日 没有俄罗斯参与的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谈 星期六在沙特阿拉伯港口城市吉达揭幕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视像表示 总共有42个国家的代表与会 乌克兰的代表团也都正在吉达 同多国代表会议 讨论乌方提出的和平方案 他明白与会国家分别处于不同的地区 对国际事务各有不同的政治取态 但都一致认为要以国际法为优先 强调国际秩序必须恢复 他又表示乌方代表会趁机 和其他国家代表进行双边会谈 路透引述应邀语会的 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说 终然有不少分歧 也已经听取不同的立场 但重要的是彼此有共同原则 有欧盟官员形容国际会谈正面 同意无论较成任何和平协议 都必须以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和国家主权作为核心 但不会在结束之后发表联合声明 他表示沙特会为推动进一步会谈 议定计划 配议不同的工作小组 讨论全球粮食安全 而俄方也都指控乌方水上无人艇 袭击俄方一艘游轮 又说乌军曾经试图用两艘无人艇 偷襲新罗西斯黑海军基地 但被俄军摧毁 另外据新华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 国防控制中心的消息报道 说俄方的空域监控设备 星期六在黑海水域上空 发现美军无人机靠近俄罗斯边界 俄方的战机苏30随即升空半飞 消息说当俄方战机接近的时候 外国军机调头远离俄罗斯边界 无线电视机者陈淑仪报道 欧洲多国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暴雨城灾 斯洛文尼亚的灾情最严重 至少三个人丧生 经济损失数以亿欧元计 是当地历尼最严重的天然灾害 军队奉命协助救援 而塞尔维亚就落冰雹 在塞尔维亚 局部地区在过去的星期六 横风横雨 首都贝尔格莱德等地 冰薄如雨下 流经轮过克罗地亚首都 萨格勒布的萨瓦河段 水位上涨 局部地区仿余泽国 多间房屋被染浸 居民要疏散 而斯洛文尼亚就由上星期四起 连日落暴雨 洪水冲毁多栋房屋 多条道路和桥梁损毁 其中北部地区至少三人死亡 环境部门说 斯洛文尼亚局部地区 24小时内陆德的降雨量 相当于一个月的总和 已经发出最高级别的气象警告 总理郭乐部形容 今次是斯洛文尼亚有史以来 最严重的天然灾害 估计造成大约5亿欧元的损失 其中二道路和能源基建受损最严重 几千人疏散 军队要协助救援 在奥地利南部 上个星期五开始 持续下暴雨 多处民居和农地水浸 暴雨也触发山泥倾石 部分道路要封闭 黑欣腾州又河道缺堤 大约80人要撤离到安全位置站备 无线电视记者陈淑仪报道 阿富汗东北部发生黎克特制6级地震 暂时未有伤亡或损毁报告 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0时02分 阵阳位于首都赫布尔东北偏北 大约250公里 兴都负13麦区 震源深度大约200公里 本港天文台录得强度6级 美国地质陷探局录得5.8级 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 将地震由5.7级上调到5.8级 转讲下拔岁南书院和拔岁女书院合唱团 上个月在南韩举行的世界合唱大赛 一共奪得青年组、成年组 与男女混声组别世界冠军 成为三了大门冠 当中经历了什么新鲜呢 记者邓施永和他们聊过 歌声时尔悠扬 他们就是刚刚对得世界冠军的 拔岁南书院合唱团 每两年一届的世界合唱大赛 在疫情之后 上个月在南韩江陵复办 一共324队 来自全球46个国家 以及地区的合唱团同场较量 由南韩学生组成的合唱团 以普通话、英语和拉丁文 表演四首曲目 成功以96.75分 与青年同声合唱项目夺冠 他们有什么取胜秘笔呢 湿度是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因素 因为那里的湿度是低的 所以我们都不停提醒学生 记得喝够水 另外就是进食方面 因为韩国的食物 都不少炸的食物和辣的食物 我们其实在比赛之前 都尽量避免 南拔救生 也都以95.75分 在成人男星合唱组别称王 他们联同拔岁女书院救生 组成的拔岁歌泳团 也都以96.13分 在成人男女混声合唱夺冠 其中他们演唱的原创歌曲《太极》 用《太极》的动作 招式除歌词变换 获得评判大赞 我们唱的时候都要做太极 其实一开始都有很多困难 可能未必个人都对这件事熟悉 就算熟悉的话 你那个协调也可能有些困难 所以你要将五十几个人 同时间去做同一个动作 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都用了很多时间 去培养一个密契 我们发觉原来太极的动作 虽然它说是一种武术 或者一种 physical的念习 但其实唱歌和太极的呼吸 其实很相似 所以我们加上太极的元素的时候 其实对合唱团员 对歌曲的领悟 对发声的松荣的程度 都会帮到很多 下一届世界合唱大赛将会在明年在新西兰举行 无线电视记者邓思荣报导 文汇报报导 香园卫连塘口岸的旅件服务 启用至今大约半年 人流量直线上升 已经超出每日三万人士的设计容量 不少港人说这个口岸的接驳交通费用低 而且更接近深圳的旺区 因此已经弃用罗湖过关 有驾驶者也都钟情香园为口岸 可以实现由家到口岸的点对点旅游体验 有南下的旅客也都说 深圳连堂就脚 抵港之后到粉岭上水 消费买东西十分之方便 但这个口岸的接驳巴士超负货 繁忙时间要等半个钟才上到车 旅客都希望有关部门延长口岸的服务时间 以分散人流和加强巴士服务 东方日报报导 近期陆续出现借用饭盒餐具的计划 市民可以缴付按金给食事借用餐具 用膳之后归还就可以拿回按金 港岛东的重用杯计划 有意扩展到借用饭盒餐具服务 刑办商说重用胶盒源于新加坡 加拿大多伦多等地区 主要用来盛载沙律等新鲜的食物 而本港餐厅提供的食物是熟食又多汁 未必能够持续保持到食物的质素 需要再研究适合的餐盒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电视台报导有74间房屋倒塌 平原园第一人民医院接收21个伤者 在山东德州市有闭路电视拍到地震一刻 店铺内有物件从高处跌下来 也有片段看到街上遍地雅历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 德州市平原园在凌晨2点33分发生5.5级地震 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也都录得5.5级 本港天文台就录得5.6级 今次地震 震原深度10公里 属于浅层地震 中央电视台报导说 位于震央的平原园黄打挂镇黄打挂村附近 有房屋严重损毁 局部单塔 之后发生50几次余震 几十间房屋倒塌 多地有明显震感 救援队伍出发前往震灾 国务院控阵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启动国家地震四级应急响应 山东省早前也都已经启动抗阵救灾 三级应急响应 地震中有多人受伤 被送往平原园第一人民医院救治 无线电视记者陈淑仪报道 回来本港 西岁清晨5点开始 实施不停车缴费系统易通行 行车大致长迅 高程车清晨5点洗过之后 标志西岁正式实施易通行 驾驶者可以直接洗过收费广场 不用停车或者排队给钱 同时取消了所有人手收费亭 同化易通车道 西岁深夜开始做准备 到接近凌晨4点 工作人员还有用布 遮住收费亭顶部和窗口原本的收费牌 准备临时封闭一个钟塔 有车把握时间 在西岁还未封闭之前过海 西岁来回方向 同往西岁的支路封闭到清晨5点 运输署处署长罗淑佩也有到场视察 西岁封闭期间 两条通宵专营巴士线需要改行洪水 似在西岁收费广场巴士站要临时停用 昨晚10点起 西岁附近有临时交通安排 西岁隆高速公路往港道方向 由海盈村开始车速限制 由每小时100公里减到70公里 近澳海城一旗同之后的路段减到50公里 无线电视机者李贼浩报道 公务员如果表现持续不好 政府可以勒令提早退休 政府建议简化相关程序 包括减少新述的次数 和暂停发放增薪点等等 新一届政府着力改善公务员表现 延行机制下 如果有公务员工作能力欠佳 会先劝喻和辅导 以提升应有的工作水平 不过如果仍然没有改善 就会按照公务人员管理命令 第十二条采取行动 包括赞写特别评核报告 平且设有观察期 最终营未达标 就会勒令提早退休 不过相关程序涌长 或者动些需要一年 公务员事务局提出简化程序措施 延行机制之下 表现欠佳的公务员 可以有四次机会申述 精简流程之下 相关人员只会在部门 向他发出已令退休通知书 和局方作最终决定前 才有两次的申述机会 又规定观察期 只可以在特定情况之下 延长一次 以免管理层犹疑不决 又取消在部门里面 设计独立委员会 寻求意见的做法 说表现欠佳人员 已经多切辅导、培训 证明达不到最低水平 再评核也没有帮助 来到暂停或者延期 向表现欠佳的人员 发放增生点 除非他的工作表现 令人满意 局方正就有关建议 收集职方意见 作为工会 我们都接受他 尽快要解决了 有问题的员工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说 你如何去保障到 那个员工 他有一个上诉的机制 还有这个机制是一个独立性的 是判出来 就是说你是 那个员工你是活该的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杨河培音说 对表现欠佳的人员 政府需要果断 不能够被他们影响士气 和拖低政府表现 目标今年内公布执行程序 武仙斯基 第一流传入不到 黄大仙有人上满追债期间 被淋腐蚀性液体 延长是翠凤家26号一个单位 有警员首持盾牌上楼调查 警方昨晚8点多 接获一个男人报案 说他和一个女人上满追债 期间被人淋活腐蚀性液体 女人右边面和男人的左臂 被刮中受伤 清醒送院 涉事的中年男人被压上警车 现场消息说 那个中年男人和谢太人 是夫妻关系 现在两个人分居 警方相信涉及到债 贵州省近年发展迅速 香港更加成为当地最大外资来源地 现在有超过900间港资企业落户 有到贵州创业的港人就期望 透过体育带动两地交流 记者张永恩在贵州 港人黄显伦六年前和太太到贵阳 创办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机构 球场布置都带有香港特色 有以前香港启德机场的一种感觉 当年的飞机牌 即是何时到达何时离港的 一个中国的文化 有一些书法的牌 上面写着饮水思源 尊丝重度 质事求是等等 黄显伦说 当地家长开始着重子女质素培养 和国际视野 已经和当地过百间学校合作 超过一万名学生接受培训 贵州近年掀起乡村足球赛穿超 和篮球赛时穿BA的热潮 黄显伦早前都有亲身棺材 贵州有一个天气的特色 就是他们很凉爽 夏天的时候 可能周围都是四十几度的时候 它是二十几度 你都感受到这个凉快 因为现在有全民健身 和乡村振兴的一个结合 其实这个已经成为了一个示范点 而在这个提倡之后 其实国家亦都给了很多方面的扶持 和他们的政策方面 等等方面的一些推动 他说有商会 他10月将会邀请一帮贵州穿超球员来港 和本地球员再友谊赛 黄显伦有期望 香港和贵州未来可以推动 更多民间特色体育外交走向国际 无线电视记者 张永因在贵阳报导 国际方面 新西兰近日发表国防安全战略报告 调名说中国构成威胁 又强调要增加国防预算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 说中方无意搞地缘竞争 愿意和新西兰加强防务安全对话交流 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 星期五公布任内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包括第一阶段的防务审查 说目前国防开支 大约占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 国防军兵力只有15000 军方面对人手短缺 多手艦艇要限制 更加有部分互惠艦老化 无法应对未来的挑战 报告强调必须增加国防预算 建立具备战斗力的部队 以提升战备水平 报告又提到 中国挖起正利用国家力量和工具 可能威胁国际规则和规范 防长里特尔就质疑中方 为了寻求在太平洋地区扩大他的政治 经济和安全的影响力 继而牺牲新西兰和欧洲等传统合作伙伴 利特尔直言 中国为新西兰和多国带来机会 但中方行为的性质 以及接触其他国家 会对新西兰带来威胁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在星期六说 有留意新西兰发表国家安全战略等文件 说中国是亚太家庭的成员 推动亚太合作重回正轨 使馆强调中方无意搞地缘竞争 坚决反对地区军事发 而中生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势头 使馆又说 中方愿意和新西兰在商户尊重 求同传业 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 加强防务、安全对话交流 共同支持维护国际秩序 和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 无线迪斯记者沉为三博道 明报社评 在沉殖十几年之后 内地歌手刀囊重新成为乐坛新宠 短短11日 他的新歌《罗沙海士》的播放量 据报就数以十亿次计 一首借古如今的歌曲 有如此惊人的影响力 引发全网共鸣和讨论 甚至对各种音乐圈和正经人物 玩起对号入座游戏 这种非凡传播现象 不仅因为歌词本身的批判性 还因为他讽刺折射了现实社会的种种 荒诞不惊 黑白颠倒 星都日报社论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因为涉嫌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 上星期被控四项严重刑事罪行 这个已是他四个月来第三次遭刑事起诉 然而共和党选民倾向相信 检控是政治迫害 反而提升特朗普支持度 令他极可能代表共和党 出战明年总统大选 特朗普明年细将法庭审讯 作为选战重点 共和党掌控的国会众议院 又打算上演弹劾拜登剧情 审讯成为政治追击对手的工具 加剧政治对立 社会撕联 誓错美国民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